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是 会服软的男人才是真的爱你 很多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较真 说白了 就是两个人在有矛盾的时候都不肯服软 很多男人会认为 一个男人去向另一个女人认输 明明就是他无理取闹 却还要我纵容他 还有一些男人会认为 我跟他讲道理是为他好 为什么他硬要跟我杠 女人真的难住吗 我们也经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 你又怎么了 随你怎么想 还不是因为你 你看看人家 你再看看你 滚 这样说出口的话都像是一把戏针 伤人于无形 往往带着这种想法的男生 最终很有可能跟另一半闹得不欢而散 感情里道理可以有 但不该处处讲道理 两个人在一起 总得有个人先让步 先服软 其实 服软不是怂 而是一种爱 就像那句话说的 男朋友一定要找个能服软的 不然天天讲道理发脾气 干脆我认你做兄弟算了 没有一个女生愿意吵架 他不过是让你哄哄他 一个男生 如果愿意为一个女生服软 是真的爱他 遇到一个会服软的男朋友 其实非常的温暖 当那会你不对让我不妥协的吵架 气势过去之后 你还在生气 可在他眼里啊 早已不再跟你计较了 那种服软之后带着幽默的坠降 竟然有点让人心疼 这样的男朋友 真的一点气都生不起来 就像是我给你台阶 你给我体面 在生活中 很多情侣总爱上纲上线 斤斤计较 其实啊 不触碰原则的吵架 在所难免 就看你怎么对待他 真心相爱的人 越吵感情越好 因为有那个愿意服软的人 让你觉得 你是被在乎的 被疼爱的 感情里 有会撒娇说情话的男朋友 也有爱惹女朋友生气 且不自知的男朋友 而后者 往往可以让你一秒开心 也可以让你一秒插帽 生活中真的有这种小可爱啊 你生气 他因为不知道如何哄你 而不知所措 终于哄好了 他想给你一个小惊喜 却又弄巧成拙 而这时候女生的心理事 刚准备原谅他 这下更生气了 可是他又好可爱啊 不忍心再生气了 好纠结 怎么办啊 有人形容女人是猫 感性又难以琢磨 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点惹到了他 所谓服软 不过就是变相的宠爱 说白了 跟你吵吵闹闹的女生 就是缺少安全感 他需要通过争吵的方式 来验证你的真诚和爱 而你 只需要用心 愿意哄着 他会加倍温柔对你 能服软的男生 都是爱你的 在爱情里 先低头的人 不一定是做错事的 而是更在乎另一半 不舍得和你分开的 在爱情里 你在闹 他在笑 宠着你 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 同样 他也愿意容忍你的小脾气 就像生活大爆炸当中 谢尔顿说 他是女朋友 我有义务同意他的话 霸道肿膩 易于言表 让人羡慕不已 生活不是战场 感情不应该拿来消耗 分个输赢 要知道 在吵架上赢了最爱的人 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聪明的男生 面对吵架应该是 在我这里 我会一直让你赢 有些时候 男生也是需要 面子和底气的 可是 在宠你的男生那里 他的底气又像是泡沫 一戳击破 这样的男生 表面上在跟你生气 其实用行动在宠你 你的斤斤计较 在他眼里 反倒是可爱的不行 你看 懂得事实 给对方一个台阶 事情也就解决了 就像有的恩爱夫妻 也避免不了吵架 然而有的夫妻 是那种吵着吵着 就忘了因为什么而吵 索性干脆 一起去超市买趟菜 回家一起做顿饭 在感情里 小打小闹 可以当作生活的调味剂 通常这样 会让两个人的感情 更加的甜蜜 如果非要拿出 辩论的气势 争割不休 最后只能两败俱伤 就像情中书所说 两个人的世界 总要有一个闹着 一个笑着 一个吵着 一个哄着 以前听过 这样一段扎信的话 如果你的女朋友 不无理取闹 不要你哄 给你自由 那么她很好 只是不爱你 要知道 只有在最爱的人面前 才愿意展露 任性的小脾气 因为知道你会包容 会宠爱 也只有在 无关紧要的人面前 才会选择做个 不动声色的大人 如果身边有一个 愿意为你服软的人 真的是一件 无比幸福的事情 你会永远在 她未来的规划里 她会带你感受 生活美好的连点滴滴 却从不让你担心 她会离开 无数的日子里 愿意给你温暖 也愿意为你服软 看穿你的逞强 也保护你的脆弱 在她面前 你只需要 安心地做自己 这样的男生 是值得依靠 和托付一生的 生活再苦 她也会给你一点天 感谢观看